电源接上手停不下来 随着凯米台风更接近台湾 即便是平日下午也有不少人潮 每个推车装好装满 台风即将来临 行走进卖场 我们可以看到泡面早就已经被民众扫够一空 因此业者赶紧来捕获 泡面旁边一叠就是好几箱 出动好几位工作人员赶忙不破 甚至还有民众整个购物车满满都是泡面 预期性就是因为我不确定它会不会造成影响 但是基本上我都一个礼拜买一次 小白菜 香蕉 奇异果 番茄 就怕台风一吹 叶菜 蔬果价格全部跟着飞 另外还有快速料理包 方便又美味受到民众青睐 有为了拿银店的菜吗 可以算是 先简单的买一些 就是说能够比较能够及时能够煮的东西 对因为有小孩的关系 例如可能像泡面或是一些面条 或是一些汤底之类的 不过现在外头依然艳阳高照 还不见台风威力 多数民众态度依旧观望中 不过卖场准备动起来 预计星期三星期四将成立台风专区 方便民众采卖 如果你有降价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来 对因为你这种大卖场 你一定是会开车来嘛 泡面罐头以及矿泉水 台风存粮三宝 就怕之后台风影响扩大 造成一波抢购潮 民众早一步防台先开跑 欢迎新闻 陈彦凯 专品达台北赛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